哎呀 最近的日子真的是越来越不好过了 怎么都挖不到钻石 现在想挖煤也挖不到了 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啊 哎呀我去 好险好险 差点就给挖到悬崖底下去了 还好我刹车刹得比较快 不行不行 这条路不能挖了 今天还是先回去吧 大大大哥 怎么这么巧啊 您今天也出来挖矿啊 咱们还真是有缘呢 上一次遇见是什么时候来着 您要不还是别动了吧 我知道您腿脚不太好 要是方便的话 我绕套重新挖也行 天呐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哎 醒了 好像醒了 救世主大人醒了 你们都离远一点 别把大人给吓坏了 哦 救世主大人 您终于醒了 看来我们的召唤术身受了 哎呦 我的头好疼啊 我这是在哪里啊 我记得我应该是在身上挖煤的啊 恭迎救世主大人 属下在此已经恭候多时了 哈哈 哈哈哈哈 我羊傲天又会 哎 等会儿大叔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啊 这里到底是哪里啊 我到底怎么过来的 救世主大人 千里迢迢船送过来 一定饿了吧 来来来 吃点东西再说 我去 这个村子的人怎么这么大方 好吃的都成堆成堆地丢出来 不好 大魔王进村了 大家快跑啊 哦 是大魔王了 就是这大人 您快救救我们吧 如果是您的话 一定可以解决大魔王的 不是不是 什么大魔王啊 我真不是你们说的救世主啊 你们听我解释啊 呃 这只鸡就是你们说的大魔王 你没有搞错吧 当然 您一定要小心啊 它很厉害的 一切都照顾您了 千万要小心啊 呃 我们就不过来了 我以为是什么中西大boss呢 原来就是一只鸡啊 哼 我阿阳什么鸡没见过啊 搞定它还不是轻轻诉诉 诶 给我站住 别跑 哇 我的天哪 这家伙也太能跑了吧 诶 你跑啊 你继续跑啊 我看你现在还能往哪跑 大哥 你看我美吗 美 美 美什么美啊 什么情况 鸡居然开口说话了 要不我给你个宝贝 你放我一马仔呀 贵贵 鸡居然不下蛋 下了 这 这什么玩意儿 诶 你别跑 哇 跑的倒是挺快的嘛 真不愧是救世主大人 三两校就把大王王给解决了 您就是天选之人 果然没错 咱们有救啊 诶 停停停 都说了我不是什么救世主了 你们怎么就不明白啊 救世主大人 您一定累了吧 这是我们为您准备的房子 今天您就暂时在这里休息吧 因为时间比较紧迫 所以暂时就只需了这么大一点 我这个妈呀 钻石块做的房子 村长 你不用说了 你们村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阿阳从此与整个村子共存王 我这个怪怪 今天发生的一切跟做梦一样 这一切也太梦幻了吧 主角光环系统启动 系统绑定主角 没睡醒的阿阳成功 诶 啥情况 谁在说话 难不成 是这个圈 主人是否要启动主角任务系统 诶 这家伙的声音 听着咋这么耳熟呢 只可观看 谢谢观看